记者翁紫涵台北报道,维里安趁着31岁生日前期到伦敦进修音乐两个月,他坦言去年的自己有点卡关,回台后他便给自己定了提高创作产量的目标,开始天天写歌,日前新单曲不需要知道,MV一上架就冲破50万点月率。 今年公司则准备了三个神秘箱礼物,第一次他抽中一箱苹果,接着又选中了一箱苹果面包,他失望地拿起苹果面包后,发现下面竟然是一张顶级苹果兑换券,才笑说,这才是真正的礼物吧。 收到苹果电脑的他开心说,今年真的要在音乐上好好冲刺,最近除了忙着自己的音乐,也有很多人来邀歌,邀制作,代表发表的东西有被认可的感觉,觉得更应该好好努力。 台大外文系毕业的韦里安,近来也接下英文线上教学Atalking的代言,在广告中化身为老师和同学们进行流利的英文对话,广告一上架,也被网友大赞为鸟的英文讲得好漂亮,韦里安讲英文太好听,听韦里安讲英文好心动,要来报名了,公司送给韦里安苹果电脑当做生日礼,福茂唱片提供。